学主得享安息,人心里有福的盼望 十一,学主得享安息之六,清心,下 作者温正祥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学主的清心 一,一心与神亲近 神爱世人,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到人间 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称他名为伊玛内利 亦为神与我们同在 神怜悯人的余丸悖逆 叫他儿子住在人中间与人同在 呼召他的子民,信他儿子蒙赦罪,得救恩 但现今,神还要亲近那些亲近他的人 住在那些爱他的人心中 与他们个人同住 人借着神与人同在的救恩,得生命 但要得更丰盛的生命 还在于与神同住在他们的心中 主便以葡萄树自育 告诉信他的人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为此,神拆下圣灵 内住在信主耶稣的人心中 教会他们长大成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他们靠着圣灵 就得以在各样的立上加力 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凡事都为蒙主喜悦 行事为人,对得起他 他们在一切好行为上结果子 渐渐地多认识神 叫他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现今,他们虽在肉身里 与天上的主相离 但因仰靠内住的圣灵 在世上行事为人 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 便是在灵里与主同住 又彼此相爱 神便住在他们心里 从神与他们同在的得救 到进而享有与神同住的丰盛生命 便是他们学主 亲近神的清心 二,完全靠神带领 保罗在菲利比书 四章十一节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神这句话讲的力量 何其大 信靠的人 凡事都能做到吗 然而 他并不是讲人在做什么事 那是讲做神的子民 神赐能力给那些做他子民的 帮助他们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 即使在患难中也知足 就为完成神的美意 做神子民的 除了学主的完全靠神带领 不凭自己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神所做的 才照做 也当学保罗领受神恩典的大能 完全地彰显在他软弱的身上 便欢喜自豪 求基督的能力 会长复辟他 凡在任何处境下 仰靠神的大能 而不以为自己就能完成他旨意的 便是他们学主仰靠神的清心 三 全心归神荣耀 神的荣耀本为无限 他的荣耀并不因人的归于他 什么有所增加 也不因人的亏欠他什么 而有所减少 神的子民要归荣耀于他 便要赞美他 借他爱子赐给人的荣耀恩典 神以人的赞美为宝座 在赞美神中 神的子民来到他面前 进入他的荣耀中蒙福 归荣耀于神的赞美 除了敬拜和颂赞之外 他们还有以下可做 信神应许 在仰望神中 总没有因不信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 先归荣耀于神 和睦相处 彼此相爱 同心效法主耶稣 众人因此辨认出 他们是主的门徒 而荣耀神 活出主道 向众人传讲神的道 又显出 从真道而来的好行为 不信的人 见了便遵神的名为圣 令人归主 叫神的恩惠 因信主的人越发加增 感谢格外显多 而荣耀神 以善圣恶 叫那些毁谤他们是作恶的 因他们的好行为 便在神的见察 领导或感召 这些未信主的人时 使他们遵神的名为圣 乐意奉献 教会在患难中 受大失恋的时候 极穷之间 还格外乐捐 甚至也过了自己的能力 使收受的一方 知道他们因 信主的爱心 而荣耀神 生命长进 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的生命 而能向世人彰显神的荣美 主耶稣离世前 求神使自己与他同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他同神所拥有的荣耀 然而基督却是怎样的 受了害 才归回他本有的荣耀 他的门徒 岂不也当这样吗 故此 神的子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在世上为他受苦 他们于今 为了学主的样式 所经历的 只不过是至战至轻的苦楚 要负的恶是容易的 所担的担子 也是轻省的 都是要为他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与主同住在心中 行事为人 由主带领 全心归荣耀与神 便是他们学主 荣耀神的清心 四 权益 行神旨意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 在他们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知道 他们就在主里面 人若说 他们住在主里面 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 专一向神 因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神为敌 使人沉迷于世俗的虚谈中 而致对神不敬前 故此 他们要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他们 与他们同住 他们学大卫所言 我将耶和华 常摆在我面前 因它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雅各也说 他们今天明天 要往某城里去 在那里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其实明天如何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的生命 原来是一片陨雾 出现少时 就不见了 他告诉他们 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 或做那事 这便是人要有的 专一向神的心 而能全意地 做主所要他们做的事 心存主道 他们要尝思念神的道 如大卫所说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守节心轻 有罪的要洁净他们的手 顺服神 却心怀二意 沉迷在世俗里的 要清洁他们的心 他们要愁苦 悲哀 哭泣 便嬉笑为忧伤 欢乐为哀痛 勿要在主面前谦卑 主就必叫他们升高 以与他同在 而能行他的旨意 为主是从 保罗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 心甚迫切 直到圣灵在各城里 向他指证了 要有捆索 与患难等着他 然而 他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跑完他的路程 成就他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职份 见证神恩典的福音 即至坐船 进了迦南地的次日 有一个从犹太来的先知 名叫雅加布来到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告诉保罗 犹太耶路撒冷的人 要如此捆绑他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他不顾为难 为主 侍从 坚信前往 只愿主的旨意成就 学主 倾心的结语 与主同住 一心 亲近神 完全靠神 全然荣耀神 并守洁心轻 为主 侍从的 全意 完成神 所交付的使命 便是 他们学主的 向神 清心